完成了 我跟你們說 因為這個實在是太便宜了 壽司壽司 壽司壽司 最愛的壽司店 吃壽司真的是我人生最開心的時候 好好吃喔 最後以茶碗蒸做一個完美的結尾 哇我真的吃的超開心的 你們猜這一餐這樣多少 我覺得超便宜 不行你們聽我說我快要笑死了 你們看那個成價 都沒有 然後這邊放了一個 這麼小的蛋我真的要笑死 跟你們說我現在超級無敵 想買這一個展示品 真的超級便宜耶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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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615 這個價錢也太神了吧 好大好大 而且他可以當鏡子照我好喜歡 好大真的好大 我跟我男朋友兩個人都想說 乾脆不要等搬家 趁現在這麼便宜的時候買這種也不錯 真的很棒耶 好大 給你們看一個這個 超便宜 他原價 槍 這台冰箱超便宜 也展示品 這台冰箱超便宜 其實也沒什麼損傷 超級想買 我跟你們說 超級 想買 泰國有白色就好了 有白色我就買 馬上訂 哈囉 大家 今天沒有怎麼拍超市 是因為呢 呃 我跟我男朋友很久沒有兩個人一起休假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很 悠閒的兩個人好不容易一起去逛了超市 那我今天想要嘗試 我從來沒有做過的就是 明太子的馬鈴薯沙拉 我是從來沒有做過 但是因為我們最近實在太愛吃那個 然後那個一點 每次去Seven買都一點點 一小包 然後就要200多塊 我想說我自己做說不定會 比較好吃 加上可能會比較便宜 所以我想說今天來挑戰看看這樣 今天超市一樣就是半價東西很多 半價的扇貝啊 半價的蝦子 這我等我來剝殼 就直接丟進冰箱裡面了 然後這邊有半價的 雪魚跟那個鹽的沙靶醬 然後跟下面一堆我現在正在整理 整理完之後我們就來做Potato Salada 跟你們說因為我是第一次做馬鈴薯沙拉 所以我買了兩種不同種類的馬鈴薯 後面我做完之後 我發現這個男爵 就是圓的這個馬鈴薯 比較適合做Potato Salada 因為它吃起來就是比較綿密又比較甜 將~~ 在那邊吃得到zlich器 對著 Schnall 讓我明 п popul澤 Pop 해서好你們有時間 就When你們先發酮一次 不要在抄埋下 機性的 對 DOM 一樣 也有 煎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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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去超市買的半價名泰族 它雖然要脫模 但是這已經模都脫了 應該是不需要脫脫 原皮的內皮 不是 原皮的內皮比較難 內皮比較難 很難 很難 很快 這馬鈴薯泥看起來是好吃的 然後把這個跟這個拌在一起 我沒有想到這個這樣這麼好吃 我沒有把模糊弄掉 完成了 把它放冰箱之後每天挖出來吃一點點 一個禮拜應該就可以解決掉了 很期待唷 這樣有點硬 我這倒沙拉的就是要冰冰的才好 我剛剛趁我在等那個馬鈴薯涼的時候 做了這個馬鈴薯燉肉 這後幾天就可以當我們的小配菜 還要跟那個馬鈴薯一起吃這樣 這樣就不是吃飯也有澱粉類 這是今天的晚餐 這個只要500塊日圓我覺得超便宜的 然後雞針 它的 這個什麼 一顆フライ 然後跟草的肉 還有台灣啤酒 耶 辛 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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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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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個黃色的它真的 比較軟 然後它煮起來也比白色的 看起來比較沙 所以那個黃色應該拿來做 ポテトサラダ應該超級好吃 所以 我下次再挑戰一次 因為這次是我第一次做 就至少 有把它弄成這樣綿密的狀況 如果這次做好吃的話 下次我再挑戰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 就是調味上做多一點變化 因為我之前吃到鄰居給我吃的超好吃 鄰居那個 給的那個 齁 它是加洋蔥 冷的洋蔥 齁 好好吃喔 等我會做了我就去問他怎麼做的 台灣啤酒 喔 乾杯 看一下後幾天有什麼行程 今天其實不是做菜影片 就是我想要跟你們說我一直挑戰的 做那個 ポテトサラダ 好好吃 朋友們 今天下雨 然後下班 現在7點鐘我覺得超亮的 我們看一下這次我到底是買不買得到雞蛋 我覺得應該是買不到 將將 蛋果真是賣完了 而且他現在學聰明 他連架子都不放了 反正也不會有蛋進來 真不愧是母親節 這看起來超好吃的 這是天洞 小的天洞 這看起來也很美味 這哪一個 我還拿了一個 可是感覺現在壽司也很便宜 我跟你們說 因為這個實在是太便宜了 所以我決定買一個大盒的壽司 然後跟我男朋友配味噌湯一起吃就行了 這個也太浮誇了 我跟你們說 因為我明天要加班 要到晚上9點才會回家 回家就不想要煮飯 所以我想說就買這個當明天的 今天就買這樣就行了 因為我只是因為剛好今天 比較早下班 想說出來晃一下 那就買這些 買一個這個回去冷凍好了 這看起來超好吃的 這個我把它拿來烤一定超級好吃 超好吃 我跟你們說 超級大蝦子 唉唷 size的超大 我最近有一段時間都特別想吃苦瓜 你們知道嗎 所以 我跑來買苦瓜 我想要吃苦瓜炒肉 我看一下這草莓完全可以買耶 好大一顆才 這樣算應該不用100塊台幣 超便宜的 你們看這個布蕾看起來超好吃的 還有這種超級無敵大的 達成免費啤酒的成就 令令給的抽獎券 哈囉我回來了 給你們看一下我煮的味噌湯 這一天都有點忙 所以其實沒有辦法好好的做菜 就是要馬上做一做 就要上班這樣 這是味噌湯 剛才鄰居爺爺買了這個給我們兩個 我看起來超級好吃的 那種有生雞蛋的韓國口味的 最近很流行韓國風的那個便當 然後你們看我的冰箱 超誇張的 超多東西 然後這鄰居爺爺 給我們的那個魚 因為他知道我明天要加班 所以他就買了一些 就是可以讓我們馬上微波一下 就可以吃的東西 這些都是明天要吃的 超多 今天的小小半價手指 看起來真的超好吃的 而且超平的 這個也是 214日元有兩根大炸雞腿 我就買了 我想說這個 總要吃點肉嘛 我們也有準備青菜喔 在那邊 一小碗青菜 然後跟這個是明太子 然後旁邊的是炸魷魚 今天看起來真的超豐盛 就超多東西的 給你們看這一盤 醬子真的超誇張 而且他這邊有扇貝 超好吃的 好 跟你們說我們今天上班是 十點半開始上到晚上九點半 然後 八小時 連續上班沒有休息時間以外 多的時間就算加班費 最近每天都這樣 超累 你們看這個 你們看這個 這個是那個 那個花 你們知道嗎 超多蜜蜂 我現在是冒著生命危險 拍這個花給你們看 我跟你們說超多蜜蜂了 我被扎到的話 我真的是崩潰 這是我明天要給我朋友的房間 我真的超開心的 然後我幫他選這間房間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他們是台灣人 然後我怕他們不敢去泡大浴場 所以 我選了一間浴室整修最新的 這間 這間浴室真的超新的 所以我就想說 這間很大 四個人應該也夠用 喔唷 好黑喔 喔 thriller 熊 熊 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洞瓦湖八景 这看板到处都是 所以你们不一定要来这边拍啊 只是这边就是最没有人 所以这边拍起来最漂亮 我现在要去超市那边 就是看一下有没有半价的东西 它今天现场真的超级美 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么好看的洞野虎了 因为最近就是会有那个沙尘暴 你们知道吗 就是看起来就雾到一个不行 我就想说是我眼睛没有张开嘛 还是今天天气不好 但是你知道就是可以看到那个天空 都是沙或都是雾 然后有太阳 但是太阳就照不进来 我就想说怎么会这样 今天是真的超级美 今年樱花我都来不及拍 它们都要卸了 但这个樱花真的超美 你们看 我很喜欢这样子看过去 这个是湖水 来一横 豆腐 我觉得这个线 这可以买 看起来超美 牛肉看起来 和牛都算算锅 就算打了半着我还是觉得很贵 没有蛋这件事情我已经 我已经就是完全了解 反正就是买不到蛋这样 都是空的 哪一个喜欢吃的 我觉得刚刚用的打折的有点少 反正今天男朋友不在家 他去杂谎 所以我想说 我想要慢慢逛一下这一件吧 想买的都买齊 这件真的打折的比较快 而且啊就是 因为我明天要加班 所以我打算直接 帮我男朋友准备好明天的晚餐 这就明天吃这样 选一些小菜 让他可以直接加热 汉堡牌 哦 这可以配饭吃 看起来好好吃 而且才 半价水才两百多块 可以买 买一个吃看看 半价寿司 哇好便宜哦 这看起来超便宜耶 500多块而已 我最爱的 这个一定要买 半价的炒猪肝 哦 我超爱猪肝的 这个也一定要买 这样我明天真的不用做饭 我明天加班 所以他会直接在家里面 然后我自己下班 之后再开车回去 这也可以买 天啊 我也太幸运了吧 我跟你说 我跟你们说 这个 这个烟熏鲑鱼啊 配那个沙拉超好吃的 我上次买一个 我就很后悔 应该要多买几个的 买两个 明天可以配沙拉吃 好大哦 我已经放弃了 是真的买不到蛋 一颗蛋都买不到 嗯 这位 必买的 我跟你们说 看到这种半价的车 我都会超开心的 然后呢 一想到明天可以不用做晚餐 就会更开心 哦 莫萨莎 7 20% 它那种小小圆圆的 这个也是烤了 或者放在沙拉上面 超好吃 生的那种起司 这个回去配沙拉 我今天想要买一点番茄 这一个 亚古兔 我最近很想吃马铃薯 然后这个是330买带回去 这边花椰菜真的没烧 好贵哦 你们说山药酱一根也不便宜 我觉得山药酱超便宜的 然后我很爱吃山药 不管是生饭还是煎还是煮 都超喜欢的 我在想我要吃这种有虾子 啊我今天有解冻虾子 好那不要买这个买这个 买这个都是番茄的 然后配上那个鲑鱼 哇一定很好吃 看着看着超级无敌 想吃关东煮的就是炖萝卜 而且我只想炖萝卜 所以买一个 2695 我觉得超便宜的 哈喽大家晚安 我今天男朋友不在家 他今天一下班 他今天几点下班 他今天六点一下班 就去撒萝卜 他要跟朋友去喝酒 然后呢 他明天就回来了 这些都决定的很突然 所以呢 我今天就慢慢的去逛了一下夜市 很想要吃关东煮的大羹 这种关东煮的那种就是煮炖萝卜 超好吃 我给你们吃 我不急着吃 然后还有一大盘炖萝卜 我想做那种就是像中国一样用那种呃。。火锅 锅块炒的那种快炒这样 然后刚好我们家现在有很多山药 所以我就想说把今天这个山药跟 跟这个半价的肉这样一起炒成一个 麻辣的快炒 感觉应该很好吃 还有还有我还有解冻 我还有解冻虾子 所以就一起做看看吧 结果我发现我有麻辣香锅的汤包 就把麻辣香锅给煮了吧 那我没有丢掉 啊对齁我忘了我把杯子放在这 冰冰的杯子懂喝的人 过几天就要吃了 所以就先这样摆的就行了 可以 我的关东煮萝卜已经炖的差不多 这个放到明天一定更好吃 但是我刚刚已经煮了大概30分钟左右 我觉得它应该已经有点入味了 然后这个就是今天的 麻辣香锅 这个麻辣香锅看起来超香耶 真的超级香 你们看这样 我这一个都快整成了一个吃播节目了 这个是我今天要一定要把它吃掉 就是我今天特想吃沙拉 然后这个麻辣香锅呢 纯属意外 我没有想到就是会 我本来其实只是想要把那个 山药给弄掉 结果没想到就变成麻辣香锅了 没关系 我想要顺便清一下冰箱来洗 你们吃沙拉是会配沙拉酱的人吗 我吃沙拉不配沙拉酱 就直接这样生吃 嗯 嗯 嗯 这沙拉好便宜喔 才100块 日币 这样子耶 买一颗番茄都不止100块 山药 这个真的 这样超好吃 我真的整个整整成了个吃播频道 哈哈哈 傻眼 嗯 话说 我只想跟你们说就是 我昨天晚上吃炸虾 然后是就是因为我最近很常加班 然后只要去 餐厅或其他部门的话就是下班的时候都会拿到好吃的 然后昨天就是厨师长料理长就给我 一大盒 炸虾 然后我们昨天晚上就在讨论 因为我男朋友他是会把炸虾尾巴吃掉的人 然后 我我我记得一般炸虾尾巴是不吃的吧 就是会流这样 然后我们就在探讨 之后我就发现就是他就查了一张图给我 会贴在上面 他说北海道人百分之八十都会吃那个炸虾的尾巴 就把他整个吃掉 然后我就超惊讶 我就说 人家那我们这一家的那个花妈妈妈不是因为就是 炸虾的尾巴卡在那个牙齿的缝缝然后去看牙医嘛 我就想说就是很可怕 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你不是我都吃掉 后面我留下来的炸虾尾巴真的都进他嘴巴里面 我觉得那个他的牙齿好可怕 他的胃没事 就是 就是 你们是吃炸虾会把炸虾尾巴吃掉的人吗 刚好想说男朋友不在来看一下menu 那个时候我在台湾就很想跟我妈一起去看的 然后我还没看 一个人在家里面真的超开心 大家早安啦 我现在要出去跑步 现在几点 现在八点 好啦 来跑吧 通常我会这样子跑过去再跑回来 再跑到过去 之后就 一个lens就结束这样 你应该不需要多久啦 感觉很快就可以结束 今天同事带便当给我是台湾乳肉饭 我刚偷偷去查假 田这个乳肉饭超级贵 哈啰 大家早安啦 今天是几号 今天是5月25号 然后我今天有个小目标就是呢 我前几天就休假 我基本上就是出去跟学妹啊 或者是跟其他人就是吃个饭什么的 然后我今天呢 因为我们家已经连续 一个礼拜都冰箱里面还是两个礼拜 冰箱里面都没有鸡蛋 虽然公司有说 公司有说就是如果真的很想要吃鸡蛋的话 公司那边就是有叫厂商 就是可以拿公司的 但是公司不让我们付钱 然后我就不敢多拿 你知道 可是我又很想要吃鸡蛋 所以呢 我听朋友跟我说 如果你早上 就是一开 比如说10点左右的时候 去超市的话 有可能会有这样 我就想说好 那我这次的目标就是呢 要买4盒鸡蛋 因为我觉得我的邻居 他们应该也没有了 我有问啦 我有问说有没有 他们说他们冰箱已经很久没鸡蛋了 这样 其实也没有很贵 就一盒大概 250吧 250日元 我觉得也没有很贵 重点是买不到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今天的小目标呢 就是去超市买鸡蛋 开店之后秒杀 刚刚原本只是想说我是来买一下鸡蛋而已 但是我觉得刚刚那个状况有点太混乱 就是因为大家都在跑 那些婆婆妈妈们都在跑 我想说到底在跑什么 他们就是在抢鸡蛋 我认真没想到他们真的是在抢鸡蛋 我想说一大早谁会来这边排 这种我们这边超乡下的 还排了这么长的队伍 我想说到底是为了什么 真的是为了鸡蛋而已 这个鸡蛋得来不易耶 我真的是要笑死了 太可爱了吧 他们真的是 但是这盒300 这盒108块钱我记得 我决定要把这盒蛋给 那个我们家公司的开车的司机爷爷 因为上次他给了我一盒一模一样的蛋 我刚刚说我们家没有蛋 他就直接拿给我 人潮好的 很流行的Y1钱 买一个来喝看看 听说就对那个肠胃很有用 喝完之后要跟男朋友去吃拉面 然后顺便去买一下我的花 对因为我刚刚被那个买蛋的人潮 我吓到了 呵呵 怎么那么多人买蛋啊 好好笑哦 好 咖啡 他休息时间 我最爱吃的 这边 今天来把阳台整理一下 好来买花跟菜 邻居也跟我说叫我在阳台外面种草莓 但是我觉得草莓比起种 应该真的是 买一盒草莓会比较好 所以我决定没有要种它 芹菜 我这次来种芹菜 吸收 这个拿来就是做包菜超好吃的 天妇罗也超好吃 这个山菜 烤肉的时候很需要 这个小甜椒的这个苗也太可爱了吧 天呐 我今年还是要种青椒跟辣椒哦 每年都种一样的就不好玩了 不然今年来种一根 茄子 葱 要来选一下今年的香料 我一定要有香菜跟 呃 九层塔 所以现在来找一下 找到香菜了 有香茅耶 香茅 这是香茅吗 应该是吧 嗯 是香茅 没错就是它 它是很正统的香菜 买两个 常喝 辣椒 生菜 然后跟茄子 我现在只差青椒就行了 今年的九层那 长得都快死掉了 先不买 看应该它之后还会再出 屁蟆 我现在有点买太多了 好了 今天就先种这样 我看我还有几个瓶 可以让它们入属归庵 你们猜这样加土 应该要多少钱 我觉得应该也要个两三千哦 两三千日元 应该跑不掉 各位朋友们 结果就跟我估的一样 买了两千三百多 我去种一下 看一下今年的收成如何 我跟你们说 这个阳台 我自从去年下雪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所以它就是 自己积了雪之后 自己融化的阳台 这样 你们看邻居爷爷 帮我做了架子 然后邻居爷爷住在隔壁 我跟你们看他的小菜园 我刚刚跟他讲说 我要拍 说这是他自己搭起来的哦 真不愧是木匠师傅 这样子 他种了草莓跟 小黄瓜 还有番茄 自己搭的我觉得超厉害的 这个做工很细致 然后他冬天的时候会把它全部拆掉 因为冬天这边要放雪这样 刚在那个超市买了一个打折的 这个三百块钱 然后这边你们有看到一根一根的吗 这个就是 这个这样 然后我又买了 因为他半价 然后我很喜欢在夏天的时候 把他们装饰在家里面 我跟你们顺便介绍一下 这个呢是青椒 青椒三兄弟 可能是辣椒 我已经忘记了 然后这个一定是 茄子 然后这个呢 是我第一次想说要尝试 因为空间够多 我想要尝试做秋葵 然后秋葵我刚刚已经查资料 它是说要在 外面那种 比较有阳光的地方 所以我就把它打算放到外面这样 我跟你们说这个啊 超级无疑像洋葱 干掉的洋葱 哈啰 我们已经过了一个礼拜多了 然后 我们看一下现在菜长得怎么样 我跟你们说我真的很喜欢这个阳台 因为这个阳台真的是超级长 虽然以后买一件屋之后呢 也会有很大的就是 庭院 但是 现在目前来说 我租的这个房子 这样这样长的阳台 我真的超喜欢 就可以晒很多东西 你们看我的菜园 我有认真把晒 晒东西的地方 跟菜的地方分开 这个是 芹菜 这个是我从去年 你们大家在去年跟我说就是 离开日本不要买 植物的那个植物 它现在长得超级好的 就这个 它已经换盆了 就是它从 一开始小小的 它已经长到有点没有精神 所以我刚刚把它换盆 然后它在外面晒一下 这样子 它就可以再长得更茂盛 香菜 青椒 然后这个是生菜跟紫苏叶 紫苏叶的话 像这种大的就可以把它剁小 紫苏叶很好用哦 真的 我跟你们说 如果你们家里面有葱的人 然后又有土的话 你们就可以 截掉那个葱的 葱白的尾巴一小段 重镜土里面 它就会长出 葱 葱的绿色的部分 这样子的话呢 你们就可以这样无限的一直 吃绿色的部分 就是有葱绿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九层塔 很可爱小小的 其他撒种子的是香菜 不知道今年会不会成功 去年全死光了 种子都 我很不会种种子 你们看经过两个礼拜之后 都长出来了 你们看我的茄子 它长了小茄子 秋葵 长了小秋葵 你们有看到吗 对对 超可爱 如果有 就是结果的话 我一定会马上拍给你们看的 反正呢 我们就期待我这次 今年2023年的收获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